秋冬时节也是瑞瑟温泉泡汤旺季 有一名男子本月21号晚间来到瑞瑟泡汤 走在园区小禁时不慎被龟壳花咬伤 消防人员到场后除了揪出原胸 也立刻将患者送往凤容医院打血清救回一命 接获群指中心通报有人遭毒蛇咬伤 即刻到达现场的消防人员 拉下男子脚上的布巾 发现左脚背上这两个伤口 男子说是被龟壳花所咬伤 消防员则是同步比对伤口确认 瑞瑟副员消防队21号晚间接获通报 在温泉饭店的泡汤区 有一名男子遭毒蛇咬伤即刻赶赴现场 在与饭店工作人员合力将这一只闯祸的龟壳花 伸之以法的同时 也火速将遭蛇吻的男子送凤容医院救治 有一名男性遭毒蛇咬伤 91人员到达现场 发现患者左脚背有蛇遮咬的伤口 经比对辨识为龟壳花 91人员给予紧急医疗处置后就联络医院 确认院方被有血清 即送往凤林农民医院做后续治疗 男子到院施打血清治疗 成功救回一命 消防队也呼吁民众从事户外活动时 应穿着长袖衣裤以及长靴来自我保护 而进入草堆树虫也切记务必要打草金蛇 切勿贸然动手翻动林木或石块 以免遭毒蛇咬伤 记得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